好了,來到Sony X-Men的時間 終於都見到 傳聞了很久的 PlayStation Xperia Play的真身 就是一部 有實際按鍵,背後的 menu 終於有search 四個按鍵的手機 前鏡頭有一個 然後這邊有 打機用的左右按鍵 不是一般打機手鍵的膠膜 總之不是軟膠膜的按鍵 就像是普通手機的按鍵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開這個 有方向按鍵 PlayStation 4個按鍵 和中間兩個 電容式的trap head 有menu按鍵 search start 按下去 仍然是手機式的按鍵 但會鬆一點 這裡四顆按鍵 仍然是一塊的 其他配置 機頂 卡牌按鍵 連同一顆LED燈 機底 不知道是甚麼 但是 傳聞中的喇叭 就在這裡 可以看到一條 這裡有一點 但不太清楚 3.5mm在這裡 MicroUSB 底蓋開不了 但是有鏡頭 好光燈 還有第二個MicroUSB 硬件大約是這麼多 開機 新版的Sonylinson介面 可以看到 現在已經可以看中文 Rabbit 中文出入法的 進去看的都齊 左半有鏡頭 左半有鏡頭 由XMini Pro 按上下的東西 進化下來 4.4.1吋 忘記了 FWVGA 40480mAh 忘記了 應該是沒有BARFIA Engine 在行Android 2.3.2 亦是FIX了SMS BUD 特色之一 就是有A-Station 的 可動 但是暫時都沒有 很搞笑的 這裡 這個是確定 這個是BAD 按這裡是BAD 但是這兩個 我還沒找到什麼 那 好啦 既然是Place in Phone 那 那 除了本身的Timescape之外 我當然要玩玩玩遊戲 S4 6 除了支援LG的BD-1之外 他們就這樣玩都可以 亦都支援這個D-Pack D-Pack 試試看 開始了 可以 只要按錯一個O 就會自己出來 有點兒 按一下 記得按Touch 看嗎 很簡單的玩一下Race 你看我一直都在用這個操作 左右選擇 用Cow-X 左右選擇車 現在也是 試過這個 現在的Touch Pack 都可以控制 現在是一顆Snapdragon MSM8255 新製程45nm的CPU 配合Android連身應該都可以 所以說 官方說有5小時遊戲續航 其實是可以先聽著 不至於需要這麼快 否定 好就來了 左右吧 可以看到其實呢 對 我就算用過 觸控的搖桿 也是可以控制 但是呢 有點兒難 用是真的 左右掣有沒有用呢 原來按R就是開Boostar 左掣就是 煞車 掉尾 按上下 那就玩遊戲 按Start 對 原來出了這個Menu 這樣就 也應付得不錯 Xperia Play 那 接下來 會有什麼PlayStation遊戲 可以選擇呢 會是這部遊戲 能夠成功的重點之一 謝謝